为明帝临死前的顾命大臣之争 让司马懿得以进入政权中枢 间接导致曹魏灭亡 这里的原因值得细细研究 出却前台的孙姿刘芳 起了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 护军将军蒋记和五位将军曹爽 事与记载曹赵帝篡为大将军司马 燕王颇失旨找出篡箭经约 上不安云和西贡出一环 故木奉姿宣赵宫门不得赴内赵等 把燕王赵明日之门不得入聚 一庭位一处事实已免 帝为献曰无以差便出献流涕而出 以免看尽春秋记载 放资出曹赵入 去替故见帝使赵乐亭 赵出户放资屈而往 赴税指帝 帝又从其言 放约已为守赵 帝曰我困赌不能 放级上床 执帝守墙坐之 遂及出大言曰 有赵免燕王瑜等官 获得庭省中 于是与赵宪狼乡与气而归帝 关于领军将军的详细注解 可见于宋书百官制 挺军将军 义仁 掌内军 以及卫王位 卫使至领军 诸武孝 中磊 武魏三营 武孝即屯纪校尉 步兵校尉 越纪校尉 掌水校尉 舍生校尉 在汉时分掌京师五处的宿卫营兵 另外 中磊营主将为中磊校尉 五位营主将为五位将军 以上京师的七处营兵 全在领军将军的统领之下 换句话说 领军将军 即汉位以来京都的禁卫军总管 护军将军的由来是 魏初音至护军 逐武官选立领军 另外 魏晋将又领护 各领营兵 就此理解 魏时的护军虽然主持五官选拔 但还是隶属领军 而且 护军与领军 各领有两个独立的营 护军营与领军营 另外 领军将军 护军将军与中领军 中护军的区别是 领护自重者为领军 护军将军 自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 所以护军将军虽然与领军将军只有一字之差 但是手中的实力却天差地别 护军虽掌武官选举有一定的威势 但却只能直接指挥护军营一营之兵 领军却统领包括护军营在内的所有京师营兵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护军将军是蒋济 后世对蒋济的评价是一种误解 确实 蒋济确实是在司马懿当权后拒绝封赏 然后早逝 但是其果真是曹魏纯臣 要知道蒋济是扬州人 既不是诸曹夏侯所在的乔配人 也不是豫州士族根本的乳影人士 他和曹操早期又无关系 怎么可能产生和曹氏共兴衰的意识 以正统而论 正统在汉家 而看了曹氏逼地图后 对反对势力大肆屠杀乃至灭门的事情 蒋济怎么可能真的死忠于曹氏 蒋济其人和司马懿是好友 又不是曹氏嫡系 可以说他的立场 明显是义族士族朝臣角度的 纵观蒋济在魏明帝时候 作为大肆所求贿赂 所谓欲求衙门当得千匹 五百人都得五百匹 则其非真诚可知 他上书反对魏明帝任用亲信集中权力 则其立场明显不是什么曹魏纯臣 他陪着司马懿造反反对曹氏定亲 那是拿全族压上以命相搏 而曹爽被诸既不知其和司马懿决裂 又不闻其以死见征 更不闻其主张让魏帝曹芳亲政 他真是曹氏纯臣 如果这算纯臣 那司马浮也可算是大魏纯臣了 而且在刘放孙姿和司马懿联手 在魏明帝死前顾命大征大获全胜后 第一时间让蒋济取代曹氏宗亲夏侯县 担任领军将军掌握进军 在曹继为领军将军之时 司马懿到处出京毫无顾忌 也许蒋济并不赞同司马懿自作家门取代曹魏 但是在削弱曹氏宗亲的立场上 蒋济和司马懿乃至流放孙姿完全是一档 蒋济在高平陵政变的作用固然重要 但是他在魏明帝临死前的政变中 身为中虎将军发挥的作用 只怕更是具足轻重 而曹爽呢 他作为五位将军 掌握着曹氏进军最主要的五位营 而且在流放孙姿进去的时候 他恰好在场 他的态度对这场不流血政变 实际上也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如果曹爽坚决站在曹宇等人一边 以他当时的地位奋力相争 谁守未可知 但是他因为有机会超过曹宇等人为顾命大臣之首的诱惑 而没有坚决站在曹宇等人一边是很明显的 可以说五位将军和护军将军都不站在曹宇等人一边 曹宇等人不能完全控制京士兵权 则是他们不得不认输的主要原因 官为文帝脱孤与曹真曹修的行为 藩王不得辅正 孔氏却有其事 成为流放孙姿排除燕王曹宇的正面理由 他们以此动摇了明帝的信念之后 又连带着推称曹赵秦朗 以此奸雕赵高野 并揭发曹赵秦朗等 便与才人士急者言谢的隐情 以激起明帝的愤怒 在后悔与愤怒 双重负面情绪的作用下 明帝便丢掉了之前任命诸曹夏侯的初衷 转而询问一直以来的谦信 刘放孙姿 谁可认者 对此 汉敬春秋和士宇 有两个回答 士宇乃劝帝赵宣王 帝作守照 令吉使辟邪志 喜受宣王 帝问放姿 谁可与太尉对着 放约曹爽 帝替看其事部 爽在左右 刘汉不能对 放孽其足 而之曰 臣以死缝设计 汉敬春秋 放姿 乃举爽代语 右白 宇宣司马宣王 史相残 对比以上两处记载 事与之词似乎多有夸张 在文帝以来 托孤众臣必有曹氏宗亲的原则下 刘芳与孙姿不可能首先舍曹氏 而举荐外星之人 况且前面 事与隐文中也提到 雨下殿乎曹赵有所义未还 而地少间为曹爽独在 倘若当时曹爽既在眼前 那么刘芳与孙姿首先要举荐的 只可能是曹爽 其次才是司马懿 对于司马懿的才干 明帝自是百分认可 曹爽有多少斤梁 或许他也清楚 但是在已经听信流放孙姿 否定了曹与曹赵秦朗的情况下 一时间他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答案 矫照不矫照我们不知道 就如秦始皇死前 到底是想传位扶苏还是胡亥 目前都能看到不同的史料版本 所以说到底 我们能知道的 谁在皇帝死的时候能控制宫廷 那谁拿出来的就是诏书 这就反映了他的意志 我这个分析重点强调的是 曹与夏侯县他们输掉 不只是因为流放孙姿打黑报告 关键是因为 魏明帝死的时候 他们没能控制宫廷 不然 随文帝死的时候 据说也有人打小报告 结果呢 如果曹与夏侯县他们能控制宫廷 那令氏给我们的结果就是 流放孙姿要造反被诛杀 然后曹与夏侯县他们执政受雇命 到那个时候 魏明帝的意愿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 因为他已经病得快死了 到这时候就是魏明帝的死忠 也得为身后事情打算了 所以谁控制了宫廷 那自然就可以赢得胜利 那么问题就来了 已经被内定顾命的燕王曹羽 领军将军夏侯县等等 这批曹氏宗亲 都是控制洛阳进军的 为什么没能控制宫廷 如果控制了宫廷 不管之后如何 起码当时他们绝对不会输 流放孙姿出来说句话 就能把领军将军给吓回府邸 如果左右的兵都听曹与夏侯县他们 那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合理的解释就是曹爽倒戈 他这个五位将军掌握着 曹魏洛阳进军最精锐的五位营 如果他不倒戈 以他在魏明帝身边的状态 无论是坚持劝谏 还是动武 投放孙姿 都只有死路一条 讲记这个护军将军 自然也有重要作用 因为虽然他只是护军 但是却掌握着一部分 不受诸曹夏侯控制的独立进军 这一内一外 实际上让曹与夏侯县他们 既不能控制宫廷 又不敢动武 这是他们认输的关键 历史类似的这段 有一段历史 既明帝司马昭死的时候 都就当权一派 没能成功的隔绝内外 不能完全控制进军 导致本来的圣局翻转 如果曹与等人团结一致 那刘放孙姿 只能自取灭亡了 到了魏明帝都病得起不来的时候 他的意愿已经没太大意义了 毕竟他快死了 他的亲信也得为他死后打算了 如果曹与等人控制了宫廷 具体说控制了进军 那刘放孙姿敢去打黑报告 那唯一的下场就是死路一条 而从理论上来说 诸曹夏侯一边有领军将军等 全是清一色的洛阳进军控制着 这种情况下如果刘放孙姿没有进军将领支持 那就出去一句话就让曹与他们进不了宫廷 怎么可能 所以说这里曹爽和蒋记是起了关键性作用 蒋记是诸曹夏侯外唯一一个进军中将 曹爽控制着进军最精锐的五位营 如果他们不是站在刘放孙姿一边 那在魏明帝病重之际 刘放孙姿就凭一份诏书或者几句话 就能让之前内定的顾名大臣 光是宗亲和领军将军进不了宫廷 这是不可思议的 光一个隔绝内外图谋不轨 就能要了他们的命 做一个辈子 就能来看 向他 还是